我很善逞乡是我的痴婚人 明日和班红红 最后松崢崴来花 签投巚人 阿奖范奔范大小虹 不凝却我地域 了花不破养你 表明 Allah 快看同人签 的获敌 后安当连旯 阿奖范义甲兴业 为如花 本来孙乐的花娼 你不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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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办法的 你不想要我 我不要起 贤儿 怎么了 昨夜着凉 赶来风寒 身子有些不适 皇后娘 今天我就先退下了 待我身子好些 再过来看你 快回去吧 今日天寒 得注意些 谢黄阿娘 我从小 跟随一位墨家师父长大 他不仅教我武功 还教我制造兵器 长旭哥哥 你在干吗呢 来 你看我这把长枪做得如何 漂亮 也够锋利 不过如果上战场的话 怕是没有什么用 给你看看我的 你这枪上都是盾 怕是并不好用吧 我在这个枪里面装了炸药 只要碰到开关就会爆炸 怎么样 身上力够大吧 子涓制造兵器的天分 远在我之上 久而久之 我便不碰兵器了 子涓天真善良 聪明巧之 可奈何命运弄人 爹 师父 他们家的人是在做兵器的 兵器害人杀女太主 会下女的 这谁还敢收留他 从那之后 我便下定决心 要用我的一身 去保护这个叫子涓的姑娘 很快 用高中的武装 还立下赫赫战功 回来 再同他讲明心意 就未曾想 战争一场结一场 一直没有停下来 但子涓就在这时 开始吃素 开始行善 她觉得兵器害人 会制造杀戮 便再也没有遭过 任何一件兵器 子涓 承煦哥哥 你回来了 子涓 皇上赐婚 让我去谨贤哥哥 那是好事 真的希望我去谨贤哥哥 哥哥若是娶妻 我不是 你能再多个亲人了吗 那好 我若忍妻 我若忍妻 你一定要来 难道这么多年 我的心意 它真的未曾丝毫察觉吗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但很久之后 我才明白 还是因为那个不祥的传说 我 我常年在未争战 他怕给我带来厄运 我同锦仙成心之后 彼此都明白 互相信中 有喜欢之人 便心照不宣地 给彼此空间 保持距离 三年之后 边关盗匪成绝 皇上派我前去剿匪 这一战 特别惨烈 我们被困了七天七夜 当时我想 这一次一定凶不吉少了 小点 成绝将军的部队 被人困在人有谷 主死一生 主手 将军失血过多 我好好休息才行啊 报 查诸将军 敌人反抗 不算运离我军 还有不到生意 若将士知道 监军受伤昏迷不息 必定是其大错 这可怎么办 你们先带将军走 以监军的性格 若是知道城门失守 自己还侥幸活着 他绝对会内疚一辈子的 城门不会失守